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和能力都是非常不错的 导师是杨成林加上潘伟博 每一期还会请到一些飞行导师 飞行的导师可能比选手都要多 本来挺好的配置 一手好牌被他给打歇烂了 一个青春的女团舞被营造成了夜店style 中间的四位大红色景深衣 那是优秀的象征 南京人保暖内衣 年终总结大会值得拥有 这对黑红的秋衣秋裤 号称是赤姿百万力求完美的结果 发布会就是大型的蹦迪现场 滴滴52把土味发挥到了极致 镜头前都没有最土的 只有更土 节目是借鉴了扑克牌当中的黑红花片的概念 意思是会打造不同类型风格的女生 创意和概念是没有啥问题的 就是logo做的吧 像那个巴拉巴拉摩仙堡的彩石被挖了出来一样的 黑桃风暴 烈焰之心 雪钻石 粉红梅花 名字起得呀 鸡皮疙瘩都铺满全身了 就是52张扑克牌 唯独少了王炸 姐妹们的风格和能力啊 令人窒息 元气元气元气 最有元气的妹妹 可爱可爱可爱 可爱到让你心脏骤停的妹妹 还有12岁的小魔丸 一进门就冲着大家喊 阿姨好 阿姨们眼睛啊 是瞪得像同龄一脸完毕 还有对时尚有着自己理解的姐妹 她用实际证明告诉大家 自信就是最大的时尚 实力方面呢 姐妹们的舞蹈呀 能够跳出一世独立的感觉 还有的喜欢在地上摩擦摩擦 似魔鬼的拖把 雪会摇也能够当成表演舞蹈来跳 如果说你拥有一套广播体操的水准 那么你就是舞台上面最亮的仔 偶尔的陈丽农 作为飞行导师 表情啊早就控制不住了 有出发群众解读了一下 她的表情的含义 怎么比我跳的还差呀 还有更绝的 有人把黑人台观娱乐化搬上了舞台 节奏步伐音乐 包括举着的道具箱子一模一样 大可不必吧 那是人家的风俗 不是用来搞笑的 这几位最后还哄了一句 吃盒饭啦 你说咱有那模仿的功力 整点阳间的东西不好嘛 对不对 滴滴52呢 还有最精彩的battle环节 我们以为的battle啊 是即兴舞蹈或者是唱歌的较量 他们的battle是躺在地上 撒坡打滚 然后外加连环踢腿 而对手呢也是拿出来了杀手锏 躺地碰瓷式的舞蹈 必胜 姐妹们真实的展现了八个大字 人生如戏多才多艺啊 比如说自我介绍当中的特长呢 就是心酸 哎是的没看错 这是女团比赛 不是奥数比赛 导演组给了她一些 一百以内的加减法 连惩处都没有 她懵了 打扰告辞 还有姐妹呢会模仿轰干手机 就是那个呼 还有的妹妹呢 她的人生理想就是 养一只大猩猩 现在的女团呢是越来越多了 经常哭着喊着要打破女团的定义 滴滴52不光是打破了 还一脚的给踢碎了 才艺不够 哽来凑 有人恳求导师啊 你们千万不要选我 因为啊 我的表演不值得看 非常无聊 不要选我 谢谢 还有的妹妹呢 算数确实不错 把自己参加节目以来的 住宿费呀 车费呀 伙食费呀 都超过一万块钱了 这笔钱呢 绝对不能够白花的 还有的姐妹啊 才艺展示非常认真 有气势的走台步 迷人的走到导师面前 莫名其妙的 掏出来了一个逃敌 透过空洞 而且迷茫的双眼 毫无灵魂的 吹奏了世界名曲 一闪一闪 亮晶晶 满天都是小星星 姐妹们的想象力呀 永无止境 还有踩独轮车的 转呼拉圈的 吃播的 才艺展示 是应有尽有 行吧 你们随便吧 只有杨成林 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看不下去了 突然觉得啊 杨超越生不逢时 放在这节目里边呀 能够当导师呢 对不起 都怪我们以前对选秀的要求 太严格了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也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